Uber自駕車出大事了 這回近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撞死路人 可以看到被撞女子的單車 以扭曲變形 據說這名女子 當時被Uber自駕車 以時速65公里速度撞上 送醫後傷重不治 Uber has pulled its self-driving cars off the road after one of them killed a pedestrian 但事發當時 車上其實有一名駕駛 車子正以自動駕駛模式行徑 究竟為何發生事故 還要釐清 不過Uber自駕車出事已非 頭一遭 之前Uber自駕車 也與其他車擦撞 整輛車翻覆 幸好車上兩名測試員 只受到輕傷 2016年Tesla也傳出 旗下自駕車撞貨櫃車意外 車上駕駛不幸身亡 儘管事後調查認定系統沒有缺陷 但已有高達7成8的美國民眾 表示對自駕車感到怕怕 3月初加州才搶先宣布 五人巴士正式上路載客 如今可能因為自駕車撞死人事故 受到牽連 接下來美國推廣自駕車計畫 也恐將蒙上陰影 三連新聞問不到 車牌 feminism